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获得长生不老的秘诀 古代皇帝通过炼造丹药使自己长生不老 殊不知这丹药加快了身体衰老的步伐 社会的发展 科学的进步 人们开始注重科学的养生方式 不论是打太极还是炼瑜伽 总归目的是使自己的身体维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 当我们看到几代人一起洽谈聊天 气氛融洽 其乐融融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105岁太爷爷奏 75岁爷爷引关注 长寿并非一蹴而就 这五点要了解 网上有一则视频走红 内容为两个老人互相打闹 定睛一看 并非真的打闹 两人为父子关系 父亲15岁 儿子75岁 临近年关 父亲想要喝点酒 然而75岁的儿子不让喝酒 两人僵持不下 105岁的爷爷起来就要揍他 他们的曾孙看到这一幕感后 内心觉得两个人可爱至极 忍不住将视频发到了网上 视频被发到网上以后 引来了许多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评论 这俩老爷子真的是太可爱了 多么有爱的一家人 从他们的互相推散中 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幸福感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长寿 老爷子的长寿是有秘诀的 我们要从老爷子身上学习一些长寿的秘诀 那两个老人是如何保持长寿的呢? 想要长寿 这五点要了解 一 加强运动锻炼 我们知道生命在于运动 而非静止 通过运动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加健康的体魄 许多人对老年人运动有一个误区 他们认为老年人应该静养和休息 不是一锻炼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老人在社区打太极 打乒乓球 这些运动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通过运动的老人会保持一个好心情 他们的发病率会降低 相反如果我们不运动 每天日子如常 会觉得生活平平 没有什么希望和热情 长久下去老年人的肺活量会降低 不利于身体健康 二 保持良好的心态 笑一笑 十年少 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们便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看待的雨失 看待生老与病死 长时期处于郁闷状态下的老人 不仅生活中平白无故地增添了许多烦恼 无形之中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当我们处于暴怒之下 我们的血压会升高 血管会扩张 心率也会失常 这些伤害对老人来讲是不可逆的 三 定期体检 养成一个定期体检的习惯 对于老年人保持长寿是十分重要的 很多老人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去体检 认为体检就是浪费 每次都是发觉自己极度不舒服撑不住了才到医院治疗 但是一旦确诊就是病症的晚期 如果我们能及早地发现这些病症 便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不仅会给子女带来较少的负担 而且也会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四 饮食多元化 当我们从青年人慢慢发展到老年人的时候 我们的消化功能都在弱化 如饭量减少 胃口不佳 牙齿松动 许多老年人辨认饮食搭配不重要 只需要简单的吃点 这样会造成老年人营养吸收不均匀和微量元素缺乏 如果我们饮食不够多元化 长久下去 老年人身体会营养不良 我们要走出观念误区 对于老年人的饮食 我们倡导要饮食多元化 从谷物 蔬菜 牛奶当中汲取营养 做到少量多餐 在平常的饮食中 一定要以素食为主 对于肉食类食品 坚持适当原则 并不是说一点都不吃 而是少吃 对于一些辛辣刺激的食品 一定要杜绝 例如烟酒 垃圾食品 五 保持充足的睡眠 睡眠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对于女生而言而言 充足的睡眠可以及时修复皮肤障碍 对于老人而言 充足的睡眠可以及时修复老人身体的状态 消除身体的疲乏 促进心脑血管功能 呼吸功能的修整 如果一些老人存在睡眠障碍 出现晚上入睡困难 一定要请求专业的医生帮助 总结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人想要保持长寿并非一蹴而就 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 在饮食上以素食为主 摄取多样的穀物 吃新鲜的水果 少量的汲取肉食 第二 通过适当的运动锻炼来维持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良好状态 第三 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心态 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多开怀大笑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要及时的消化和处理 养成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